童姐在飛機上賣免稅商品 到底會不會賺錢 我以前都是銷售高手 好像沒有多賺錢吧 可是呢 東西有掉我們要賠錢 童姐的年終是多少 我的年終是看考試 初缺請 每一趟不太多會被檔分數 我個人就是 童姐的薪水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我離職之前 離職是多久之前的事 有沒有十年 我飛六年 什麼航空的 中華 以前一開始會有一個受訓期 大概三個月就領繁星 那時候大概只有三萬多 受訓就有三萬多塊哦 在十年前 很多嗎 常飛長班的話大概六到八萬 我還會有外站家計 一個小時會多 兩塊美金 所以就會有人開玩笑說 我們睡覺的時候也在累薪水 之前我很不喜歡飛長班 所以我大概五六萬 童姐的年終是多少 我幾乎沒有年終 我們的年終是看考試 初缺請 每一趟不太多會被檔分數 我個人就是初缺請很差 你在幹嘛 你在家裡哭啊 我為什麼要哭的 要飛就會覺得很痛苦 也不知道在痛成什麼 當旅客這個工作真的不一樣 因為你同事的年終 有經過兩三萬的 好的同事 也都不是只有小 跟妳一樣 你一直在分 所以就是一個大汙 我怕我們就沒拿年終 我怕就死過頂 頂就是沒有年終嘛 為什麼好員工都突然離開 哪有什麼突然離子啊 都是蓄謀已久 從去之前拿少了 就是心裡受個趨勒 不是因為 前小事都離家圓 每個月賺的不是薪水 而是精神消耗的損失費 拿著三萬的薪水 過著四萬的工作 挨著四萬的罵 死出一張嘴的人 過得是意氣風發 過得要死要活的人 過得是心亂的罵 好員工看不到未來 但又不必改變 累積久的失望男女 會開始想拍案 可是他們的道德感又太高了 分寸心又太強了 糾結一通 最後選擇離開 關鍵是這種員工 連離開都要離開的很平面 編織美麗的哦 說自己因為家裡有事 個人生涯規劃 身體原因 但絕口不行 是主管老闆 管理有問題 公司制度不合理 格局不大 富富海富 我說的是你的心裡話嗎 是 哪有什麼突然離子啊 鬥日蓄謀已久 我們去之前拿早的 就是心裡受不去了 不是因為錢少事過女家院 每個月賺的不是薪水 是精神消耗的損失費